欢迎来到拜拜 贵姐今天煮什么 我是花链远东的伯母大榜 今天我要做一道非常简单的料理 盐烤无锅鱼 无锅鱼含有多元不保和脂肪酸DHA 具有预防忧郁症 缓解痴呆症状 附近还从脑部正常发展的功效 大量的蛋白质有助于增强体力 下含量较高 可降低血压 可改善脾死 今天我要准备的材料非常简单 无锅鱼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盐巴 这样就好了 那今天我要开始先预热我们的油脂分离锅 盖上我们的锅盖大概三分钟的时间 锅子的热度就会达到了 有没有看到 水滴如果瞬间在锅面形成水珠的话 表示我们的热度已经达到了 擦干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要转小火 大概微微微火就好了 大家看一下火候 好 我的鱼身要开始抹盐巴 大家看一下 这个鱼我没有刮鳞片 所以等一下我会磨厚厚的盐巴 那吃起来不会咸咸的 因为我鳞片是没有刮掉的 开始抹盐巴了 烤出来的肉质会非常的鲜甜又多汁 大概这样的厚度 盐巴的鱼身放在油脂锅里面 那尾巴有点过长的时候我就会用我们的强力剪 大概稍微修剪一下 只要整个鱼身能够进到锅子里面就可以咯 好 盖上我们的锅盖 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盐烤鱼就好咯 打开锅盖 我们要看鱼已经熟了呢 我们用筷子来搓看看 如果整个筷子搓到鱼底部的话 表示它已经熟透咯 这样已经熟透了 记住一句话 只要鱼烤熟 这个皮会非常的好剥喔 哇 你们看 这个鱼皮 如果说以我们原住民 在吃这个盐烤鱼的时候 是直接把盐巴敲开之后 是大口大口这样子吃 因为我们是播美食节目 我们要丝丝稳稳的吃喔 你看这个鱼肉 它的水分都还存留在喔 那我为大家试吃看 肉质鲜甜美味 而且它的水分依然存在 那喜欢的朋友们 请帮我按赞加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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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